我們今天在九大社區裡面呢 我們挑出了背重元素的這個區塊 來跟大家分享 這一陣子我們在三個分校在新學期 我們開始了一個蠻遠區的一個氣泡 之前有冰痛挑戰 對不對 到手下 到冰塊 那我們現在什麼 我們叫做 Tom Custer Challenge 叫做繞口令的挑戰 那繞口令的挑戰呢 他事實上背後呢 是有生意的 怎麼說 我想因為 以我的一個學習經驗來說 我從小就背了蠻多的Tom Twister 順手年來 比如說 She sells Seashers by Seashore 這個 或者是 我這陣子比較小會背的 Peter Pepper Peter Pepper Packle Peppers Packle Peppers Packle Peppers Peter Peppers 那我想要表達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這都叫做背送 這都是背送 可是我們千萬不要把背送 把他 畫得很好 就是 那很長久 那個太死了 那是死背 千萬不要這樣想 來讓他思考一件事 我們從小到大 是不是 聽過很多玩樂 是不是 我們 小朋友都會買那種 可以按的那個音樂書 然後 裡面有二、三、四、四、六 或是什麼 哥哥爸爸 兩隻老虎 什麼 你娃娃和你娃娃 一個你娃娃 我隨便唱 你的音樂都可以 為什麼 因為這是我們大家成長的一個文化的一個背景 就是我們的同樣 你娃娃和你娃娃 或者是一些那種口令 比如說什麼 星期一或者穿星衣 星期二 或者肚子二 身體家或者去巴掌 這些 還有什麼 呃 什麼小皮球 香蕉油 滿地開發 多少 28 不對 21 滿地開發 21 也不會背到滿地開發 28 欸 我要表達的是說 那我們今天選英文 你說 為什麼不要懂這些東西 要啊 而且為什麼只有在那個年紀很小的 三到六歲 這個同樣的課程 才會去遇到這些人 都要 那長大不能背 這些我們的同學 就是已經都到了 比如說 小一到小六 甚至國中生 他們不用背 要 要 一定要 所以我說 我們今天這個叫做 Tom Twister Challenge 就是 創了這樣子的一個 背後的原因而來的 那 如果說 我們的孩子 可以去背送一些 美國的小朋友 學英文的背景的小朋友 他們小時候會經歷的 這一些 不管是兒歌童謠 或者是 Tom Twister 就是 會 繞口令 讓他們 怎麼樣 對於這個語言 跟他的腦神經做一個連結 那到了後來 他背手 他就怎麼樣 不用想 你可以唸出來 而背完這個 所謂的 Tom Twister 他並不是說 要師父背給人家聽 而是 他就會內化 成為他這個語言的一部分 去影響到 他未來 比如說講話的速度 或者說 他對於這個語言的 一種語感的一個掌握度 這是這樣的道理而來的 所以 我們這一次的這個 Tom Twister 我們會注意到 未來如果有看到這些影片的話 那 或許 沒有被挑中的 因為我們是 請老師 請主任 請這個外景老師 隨機的 抓小朋友來 也許會提早 會給他這個練習 那當然 我們會全校性的 也會讓小朋友都練習了 那被挑到的小朋友 還要跟 在鏡頭前面 跟老師做一個比賽 而且我們會學這個 直播 就把那個 我們的 我們的 計時器放在 這個鏡頭前面 然後 這個 同手無欺 而且 絕對 沒有作弊 對不對 直接就跟老師挑戰 很有意思的一個策略 我們的 這個策略的延伸上面 就是什麼 就是 唱歌 唱歌不就是一個嗎 我們唱歌就是要把它唱到熟嘛 一直唱一唱 不就在背誦嗎 只是因為這個背誦 加了旋律以後 好好聽嘛 對不對 然後呢 又可以看到什麼 影片裡面的帥哥美女 好漂亮 好帥喔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好的連結 所以重點還是回歸到語言和等級 他還是把語言背起來 這件事情 那怎麼背起來 重複嘛 你唱五次背不起來 OK 跟你唱十次 十次唱不起來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五次十次二十四 這個重複 這個過程中 無不無聊 嘿嘿 因為他被裹上了一層堂一 所以不無聊 我剛剛的堂一 就是講說 旋律很好聽嘛 歌詞 歌詞 可能小朋友聽不懂 沒有關係 他就跟著唱 清不清 然後現在還有MV 影片 那種影音的一種四集 我們在這個線上 常常會聽到 比如說 特別叫活動的前夕 我們會說 小朋友會 在洗手的時候 看他們鬼王 就是這個道理 那在比賽前夕啊 爸爸媽媽都會說 我背那一首歌 真的是什麼音唱 一直聽 一直聽 聽不聽 這就是什麼 這也是我們所謂的 背送元氣盒當中的音管嘛 那當然另外我們說 我們的路上劇場 一樣的道理 一個劇文 真的要上台 跟人家互動 念得怎麼樣 標準 流暢 大聲 有情感 還要有合作 那這個五個條件 二到七的時候 他就怎麼樣 內化 那最後我要講的 就是一個 這個短文的背走 對 我們背送這件事情呢 我想在我們的平台上 我們可以讓小朋友去做 短文也好 或者是 一些 非常經典的文章 比如說 麥克拉社會指教 大家都記得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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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予他什麼 在勝利的時候 他可以先去 要先去 這些 非常非常經典 而且都是非常經典的 這些短文 或者說馬鈴露德金的 I have a dream Every one day my four children can walk to their home 或者說 這個 大奶米的 月亮講到 對不對 We choose to go to the moon 那你各自是 easy 你各自是 hard 那還有一些什麼 比如說 電影台詞 對不對 比如說 三百重視之間 對不對 We pass the night We die in hell 對不對 他在 在父子之前 他跟他的 士兵 眾士兵 就是說 今晚 我們呢 要在地獄裡面 來享用晚餐 對不對 所以從來 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是只有我們 沒有去背送的 而這些東西呢 都會增加我們的 所謂的體育 比如說 文化體育 和地育 如果 我們沒有去經營這些東西 那我們的孩子 就是這樣子長大 就沒有去經歷這樣的策略 沒有去經歷背送的策略 有啦 背單字有啦 或者背一兩個句子 他沒有背什麼 背 屬於那個文化的 這個 從以前到現在 小朋友他會去經營的東西 所以在我們的 這個平台的系統上面 我們是會這樣要求的 而且我再強調一次 這不是秘密 這不應該是秘密 所有在台灣沒有出國的 而可以把英文學的 當成工具的小朋友 語言的使用者 都一定 都一定 多少經歷我所提到的這個策略 大部分是你 好 比如說 我沒有背過這些經典 至少你唱過所有的吧 沒有唱歌 你看過電影 看過影片 是不是 所以 我在這邊還是強調 這不是個秘密 這個策略 絕對不是個秘密 我也非常希望說 今天 越多人來使用 越多孩子去經歷這個策略 越多越好 真的是越多越好 那 當然提到這樣的立體 是不是會有點嚴肅 但是沒有關係 我覺得 知道跟不知道 有時候就是一線之格而已 但是呢 插著好你 撕之前 你在一開始學習的時候 覺得摩擦 反正快樂快樂就好了 來 不要給他壓力 沒背受 背受 背受都怕 等一下 等到長大 有人可以用 有人不能用 這時候就有差別人 可是那個時候是怎麼樣 千斤奶奶長知道 時間依序不回頭的 OK 不回頭的 所以過了就是過了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 真的是嚴肅的一個課題 好 那所以說 以我來講的最後 就是說 我常常會把背受 都會自己秀一個 小學三年級的東西 這是我小時候被 這樣留下來 他已經連結 他已經深深的連結 在我的神經元的 最底層 要甩都甩掉了 好 所以這就是我希望說 我們抓緊機會 讓小孩子在 小一到小的這個間隔 一定要經歷背 送的這個文書 將他的英文 未來語言 也不一定語 英文語言都很好 好 所以 知道這樣的策略 趕快我們讓孩子經歷 那 如果現在孩子 還沒有這樣經歷的 小朋友 趕快送來我們的系統 也是一個解決的方案 也是一個方式 OK 好 那或者是 你的親朋好友 孩子 他 通通也不要好 他不太敢講 用這樣的證明 讓他試試看 我想應該都會 很明顯的一個成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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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